接下來我們要做的是PH值 其實現在考試很少考PH值的計算 但是就算要考也很簡單 PH值就是氫離子的末濃度 那麼我們首先看到呢 我們的鹽酸解離方程是長這樣 這樣告訴我一個鹽酸會解離出一個氫離子 也就是告訴我 鹽酸的濃度跟氫離子濃度是一樣大 一樣大 因為一個是一個嘛 所以都一樣大 那題目已經告訴我了鹽酸是0.1大M 所以就表示氫離子濃度就是0.1大M 0.1就是10的-1次方 那根據我們前面教的 氫離子濃度是10的-PH次方大M PH值就是1 所以呢我們就知道它就是1了 OK 這就是我們的計算 這題是已經直接告訴我 鹽酸是0.1大M 可是我考試題目可以給你鹽酸有幾末耳 水溶液體積有幾公升 你去算出來它有幾大M 甚至於我給你的是鹽酸的質量有幾公克 你要去算出鹽酸有幾末耳 在帶進去求鹽酸有幾大M 這也是可能的 OK 下一題是給這麼多的硫酸 PH值多少 這題跟前面幾乎完全一樣 但是有一點不一樣 哪裡不一樣 我給的是鹽酸 我給的是硫酸 可是氫離子的濃度才是PH值 PH值是氫離子的墨濃度 所以你應該要問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 一個酸會有幾個氫離子 一個酸會有幾個氫離子 這樣子你才會有答案 OK 停車站借問 可愛大帥哥 來帥哥 帥哥 二一 二十一 二十一 一 一 你坐下 PH值叫做一 為什麼 我們硫酸的解離方程是長這樣 看到一個硫酸會有兩個氫離子 所以就表示氫離子的濃度是硫酸濃度的兩倍 兩倍 那你的硫酸濃度是0.05 當然 鏡頭說是0.05乘以2 就是0.1 就是10的-1 所以算出來PH值會等於1 這裡差別就差在這個硫酸會有兩個氫離子 硫酸會有兩個氫離子 所以硫酸濃度要乘以2才是氫離子的濃度 我告訴過年 你要注意 我問的是氫離子 所以要問自己一個酸會有幾個氫離子 或者是相對的是一個碱會有幾個氫氧根 好 現在就給的是氫氧化鈉 給的是氫氧化鈉 你最多只能算出氫氧根的濃度 可是PH值是氫離子的濃度 於是你就要問我如何從氫氧根求出氫離子 我如何從氫氧根去求出氫離子 剛才有告訴過你他們兩個只有一個親密關係 然後可以讓你求得出來 OK 停車戰界問 可愛小女生 可愛小女生 九號 九號誰 九號又不在 怎麼那麼多人不在 十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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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害羞內向喜歡大自然 會 多少 十三 十三 請坐下 你答案選的叫做十三 我們看到氫氧化鈉解離方程是一個氫氧化鈉會有一個氫氧根 所以表示氫氧根濃度跟氫氧化鈉的濃度一樣 就是零點一大M 十的負一四方 可是這個是氫氧根濃度PH值是要氫離子濃度 如何從氫氧根濃度去求氫濃度 他們兩個有個親密關係 什麼關係 那它有什麼關係 相乘等於10的負十四四方 我告訴如果你要背的事情 所以我就有辦法從氫氧根去求氫離子 OK 二十五度C的時候任何水溶液不管酸性中性還鹼性 氫氧濃度乘氧濃度都是10的負十四方大M平方 所以我用這邊來求 求出來呢氫氧濃度就是10的負十三 根據定義值的負PH值方大M PH值就是13 所以答案就是13 這就是一些請我們算PH值的方法 剛才的第一個最簡單的練習 再來一個練習就是要注意一個酸會有幾個心離子 最後一個這一集的練習就是要告訴你 我如何從氫氧根去求出心離子 這就是重要題型 請你要了解 要會OK